我是北七,北七是外 用心看世界,发现社会大小事 各位好,欢迎收看吃的角落 我是甜在吃 不知道大学的时候你有没有打过工呢 无论是便利商店还是手摇店 各种服务业都能提早训练你进入职场 本集吃的角落不同于你听过的服务业工作 带您深入关西服务区 今年二三岁关西之花好香香 在关西服务区服务了三年 关西服务区 关西服务区您好,有需要帮忙的吗 好,那我请同事帮忙看着 我先带你们去看看 那我们有很多熟食区 像这个就是现价的行刷 我个人很推这个热狗啦 就是带着走吃也很方便 然后还有这个炸牛鞭 炸牛棒 然后跟这个肉棒 肉棒棒腿 还有关东煮 不是关西煮哦 如果你觉得像热狗太粗比较难咬的话 你也可以像这种细细的香肠也是OK的 对啊,你有要什么吗? 没有,我可以 对啊,还是你要试试看我们的OLED 对啊,或是喝汤啦 就是现在虽然天气比较热 但是就是你可以逼一些汗出来 就可以温暖你的胃 谢谢 谢谢 关西服务区真的是国道美食天堂 曾经在中日本服务区料理大赛得奖 还登上日本专业料理杂志的报导推荐了 噢,上次这个关西便当很多旅客慕名而来 噢,我们还有环保竹 嗯,嗯 环保竹纤维餐具 全国第一家 二楼还有客家菜 噢,我妈妈在学家里呢 噢,上次有带妈妈也是菜也很喜欢 噢,可以开动了 噢,这个,这个是那个炒客家板条 就是我们是选用新竹名店的皇际板条 很纯的手工纯米 还有这个我最爱的螃蟹 也可以加这个面包吃 当那种那个那个面包蟹吃也很赞 对啊 这个汤也是我们客家庄的代表 嗯,好烫哦 但很好喝 吃的就很普 一吃就通了 就如果你有经血不顺的问题的话 今年23岁的好香香 在服务区当服务员是她第一份工作 一做就是三年 跟大多同期的90后跳槽族相比 确实很有毅力 不过在一个不属于大都市 又是国道服务区的工作场所 香香的工作到底有什么好康 让她想继续留在这呢 噢,每天都骑车来啊 还好啦,我家也住关系 就觉得没关系 最近帮马乐站柜台上个月是便利商店 就现在暑假的档期比较忙啊 就每天都要服货 上架啊,结账 熟食恩人 不用啦,不用炸鸡腿啊 那个阿正阿姨他们的听都会负责 他们在这里也超过10年了吧 我才第三年开很菜啦 诶,是 哦,小孩子什么名字 你可以帮我撑玻璃 全玻璃小朋友请到服务台 你的妈妈再找你 全玻璃三饼鱼抢到服务台 亚妈妈帝隔威请你 服务台另有双鱼广播系统 旅客可向服务台请求广播 协讯找人 提醒旅客注意学生财务 及水手关车门等注意事上 嗯,对啊 我们的服务台工作很多元 有小孩总是可以来找我 小朋友那样不用啊 还有女生高跟睫毛小 开车累的想睡觉 或是离那边摩擦破掉 都可以哦 小姐不好意思 嗯 你有看到一个水瓶吗 嗯,大概是什么样子的 是宝特瓶吗还是 宝特瓶 然后上面有个蓝色的盖子 嗯,这个吗 噢,剩一点点 嗯,夏天很热 就是我没有吃送的水果给你啊 那,呃,因为水果当点心也比较健康 就我妈妈说 就是健康无舒服 不少新烟民众习惯乱丢烟地 洗烟感设置营造无烟环境 让服务区的环境变得更好 可以把这个烟放进去转一下 我就可以熄灭了 再丢进去 嗯,其实这是我第一份工作 当初大学就在这里打工 想说家里很近啊 就一路做到大学毕业 刚好有正职缺乌 我就变成正式员工了 有没有想要做别的哦 呃,呃,换工作要适应新环境 认识新的人事物 我就想说 就请向稳定 待在舒适圈 我听很多同学工作不到半年 就想要换新工作 就是觉得 可能一来他们是想要再寻找新的方向啦 或者是人际关系 缺乏安全感也有可能 要不要吃饭点 嗯,好吃呢 嗯 你吃一个嘛 好 嗯 哎呦,鸡吃了 好吃 好吃哦 好可爱 好香香作为社会新鲜人 能够迅速的融入职场 以及优秀的应对能力 大多都是从大学期间的打工 开始累积经验 其实我没有享受过所谓的大学生活 我一直都在打工 大部分的大学生 或者是我的同学 通常都是在夜唱夜游 夜充的夜生活啊 不是说不能去做这件事情 而是你也要我本钱啊 我还有就助学贷款要还 所以大学四年 时间就是都在办公办 他们说我 我边缘不跟他们去跑趴 嗯 我真的觉得大学打工真的很重要 至少我还没有在毕业之前 就找到一份正职工作 所以很多同学念完研究所 到现在都还在找工作 所以你说学历真的很重要吗 我认为经历才是最重要的 带着想要念书也要有钱念吧 嗯 家里没钱的话 那就只能自己赚哦 大学生打工只是浪费时间 体验人生 还是未未来铺路呢 也有人说 你的时薪只值133元 那就去吧 所以你得到的真的只有这样吗 广告之后 我们马上回来 收购那些有沟通跟美沟通一样的企划吗 收购到BRAVE奖130元的记得吗 白痴公子团队提供你 一对一的云端广告服务 饮品、美妆、3C、零食、机简用品、旅游、清理测试 您的一封信件为您打造十一四个的广告 效果一百分 我也一百分 欢迎回到吃的角落 我是甜在吃 根据204调查指出 毕业季至9月份大学生还找不到工作的原因 以没有相关工作经验占45% 大环境不好找工作人太多28% 专业技能不足27% 以及面试技巧不好22% 大学打工除了增加职场应对 也大大增加就业机会 不知道我们的香香 对她的职业规划又有什么安排呢 所以您是要到哪个地呢 龟山吗 龟山还是龟山岛 如果是龟山岛 你可能要就是直接搭火车 然后到宜蘭那边 所以你是要翘望舞 不是 是龟山是不是 建议你比较靠近英哥这里的就是 三一这边下午会比较快 那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再问我 你说我家住哪 我家就住龟山 你说职业规划 我要再想一下 通常就看有没有升迁机会啊 或者是外面有没有更好的发展 所以如果觉得工作学不到东西 就要自己想办法突破 但说来说去薪水占大部分的原因吧 现在新鲜人最在意的就是起薪啊 当然领高薪也是有代价的 所以天下没有白痴的午餐 可是啊 就算遇到薪水还不错的 但如果环境跟主管不好 你也很不想要待下去 可能每天都会满脑子想说 哦好烦哦 我不想去上班哦 好不想去看到同事或主管 就真的很痛苦啊 是推广慰母路 哦推广慰母路 哦推广慰母路 对啊就可以到服务台领一个基金 什么资格就是你有在喂母路 哦他可能就是把母母给离开 对 不用不用不用 像我在这里每天都可以吃到 好吃的便当跟肉干 肉干都是现烤的超香的 还有我的常客们 每天看到他们从不同的地方来 听到有趣的故事 跟他们分享服务区的 咳咳 新美食 就 我也很开心 国道上的车子来来去去 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关西服务区呢 区内的每一位伙伴 都像好香香一样厉害 解决你的行车问题 也会给你最棒的建议 让你的旅程一路开心 看完好香香的故事 不知道有没有勾勤你大学打工 毕业有第一份工作的回忆呢 或又是想起关西便当的美味 下次开车经过记得来换换 欢迎下方留言分享 告诉你打工的经验 或是打工变正直的经验 哎呦 其实我也是这样才从片库做到主播台啊 以前超嫩的 我是您的主播甜在吃 记得影片看个十遍 虽然很长 订阅频道 按赞粉刺团 追踪IG底下留言分享哦 下集吃的角落 为您介绍不同的行业 我们下次见 新东友您好 欢迎参观选择 国陵圈美游产山不满 杨妈妈最该会请 黑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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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瞎抖不动 jail 怎么抖不动解羞啊 因为 nem 黑色 何瞎得 finite 14秒